Hello,大家好,我是桂云 今天呢,给大家分享翡翠戒指买绿的 在分享翡翠之前呢 我给大家反馈一下这段时间 珍珠出货的这个情况 妈妈链这一块呢 剩下也就十几条了吧 可以说是零退货率 如果说有退货的 你们可以自己在视频下方留言 真的是零退货率 我个人就是所有的视频的解说 和所有朋友圈文案 写的都是事大事的 从来没有夸大其词 至于毛衣链7到7.5的这个规格呢 买单条的没有退货的 但是买毛衣链有两条是退的 为什么是换的还不是退的 有一条是给的姑娘买的 她说姑娘不是特别喜欢 再就是珍珠呢 她说所有的珠子不是一样大小 就这个问题呢 我和大家说一下 就是买过珍珠的人都知道 所有的一条珍珠项量 不可能从上到下都是一样大小的 她比方说7到7.5 肯定是7到7.5之间 如果7和7.5 她肯定就有一个大小的一个差距 你不管美奥白还是天女 她都是这样的 上面稍微小一点 下面稍微大一点点 还有一条呢 说有一丢丢的色差 就是一条毛一亮嘛 不是三条珍珠项量穿的吗 有两条是颜色一样的 有一条稍微有一点点色差 色差就是光泽上有一点点差别 天然的东西光泽有一点点差别是很正常的 尤其是珍珠 她每个光泽射出来的是不一样的 其实我看上去是一样的光泽度 就两条退货 剩下全是收到货都是好评的 还有呢 就是紫色的这个珠子 紫色的Edition珠子呢 所有的客户收到货没有不满意的 都是惊喜 因为我拍的不好 食物特别好看 光特别好 像铁球一样 小米珠呢 有退货的 为什么 虽然说我小米珠就是不推不坏 但是呢 有的是新客户 比方说我之前没和她沟通 就是说不推不坏 她收到货 她感觉小 就是说特别小 我为什么叫小米珠 就像小米那么小 有的人没买过珍珠 她不懂 她不懂的规格 所以呢 我都就是 有的人呢 我就和你说好了 你看好你赔 他们好你不赔 就是小米珠不推不坏 但是呢 有的时候我就忘说了 所以呢 他们收到货呢 就感觉特别小 就要退或者是换 有的时候就换我们家 那个7楼7.5的珠子 小米珠打开推了就一条 不是两条 也就这么样 就嫌小 品质这个时候 真没得说特别亮 小米珠呢 如果说大家要想买小米珠的话 你嫌小的情况下 你就别赔 因为小米珠本身就非常的小 这一枚满绿的戒指呢 是柯先生这次拿到新货 看着款式就知道了 特别的新颖 整个一个大花的一个设计理念 全是用了打地水钻 总色渐背 颜色和总水都非常的漂亮 而且还很饱满 那一枚大的出了 应该是我们温州的一位小姐姐 出的 也是受到货 特别的满意 个微的缺点还是小了点 她特别喜欢大东西 我说这个品质大一点点 那就是中六的一个价位了 所以她也接受了 这个裸子是7.5 这个也是不大 6.5 所以呢 它也是一个小五的一个价位 上手效果非常好 品质是完美的 颜色和总水都非常的漂亮 蜡绿色 冰种 起荧光 很有质感的 而且向前的款式非常的好看 一种杂乱无灶的一种美 不是那种循环规矩的围圈钻 这也是今年的最新款了 特别漂亮 看这个绿色就能看出来 颜色特别辣 比我手桌这个颜色辣 我手桌属于阳绿 佛工一笔呢 总水比佛工总水要好 颜色是非常好的 总水也非常漂亮的 主要是完美 没杂没裂 18K金和钻石中金镶嵌的 上手效果非常的好看 特别的漂亮 显得手特别白 绿色就显手白 主要是大小也可以 平时出积上半的都行 低调奢华 那今天我就非常地整理了 感谢大家观看 拜拜 明天见